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长寿花 由于进入了秋分之后 收到的资讯最多的就是吐槽长寿花 为什么不生长,长得慢 或者是长得比较瘦弱 就是平时在养护的时候 我们也注意到一些细节 那么就会导致长寿花长新芽比较慢 其实我们修剪后的长寿花 想要它冒出新芽是非常容易的 也是比较简单的 只要定时时间给它适用一种水 那么是什么水呢 其实它就是细酸性营养液 为什么要给它施用这种细酸性营养液呢 因为我们在养护长寿花的时候 没有进行给它换盆土 那么这个盆土长时间以来 它就会成碱性了 就会影响到 那么碱性化的土壤 就会影响长寿花的生长 因为长寿花是细酸性的一种花卉 如果它的盆土成碱性了 那么就会影响到它生长 我们只要定时每隔10天给它浇灌一次 这种营养液 那么这个土壤就会保持到微酸性的状态 就有利于长寿花生长 因为在长寿花生长期的时候 我们给它施肥的会使用一些长效肥 那么我们就用这个短效肥来结合 长短效肥结合就能满足长寿花的生长需求 只可以给它补酸又可以给它补充营养 如果大家觉得麻烦使用这个矢酸性营养液的话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硫酸亚铁来代替 给大家看一下我这盆长寿花 就是之前跟大家分享过 如何给它修剪 那么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它就会快速的冒出了这些新枝条 平时给它养护就是使用了一些长效肥之后 再结合短效肥 好了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 如何养护长寿花 能让它快速的冒出新芽 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